好 欢迎回来 在上一节的进讲班呢 我们结束了专题一 建设工程招投标 相应知识点以及案例的练习 接下来我们要去讲的是专题二 第二大部分叫个建设工程合同管理 作为我所说的专题 有同学会问 郭老师 你这里是不是应该讲的是建设工程 监理合同管理 我说那你把监理实物的对象 缩小了 看得太少了 除了我们要关心自己的监理合同以外 我们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 我们在考试的内容当中 还会涉及到其他的合同 比如说建设工程的施工合同 它也是一大考核对象 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对象 因此我们不要把它写成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管理 太小了 我们这个大的专题 是所有的合同和我们监理相关 管理工作有关的 我都把它放在这里面 因此这个专题 在我们复习的篇幅当中 在我的讲义的页数当中 远超过我们招头标 是我们招头标部分的三倍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部分上一节金奖班 最后结语结束的时候 我总结了 建设工程合同管理 不仅像招头标一样 每年必考 而且它的分值 比招头标考得多 因此我们的复习范围 也是最大最广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一个知识点 我们第一大部分知识点呢 你要看好了 我们的招头标部分都说过考点八 也就是你教材上的汉字八 到了我这里又突然来了个考点二 有信号声很可能就晕了 你顾老师怎么不按教材顺序 你没听我的前言 我说了 我大体上按教材上的顺序 因为教材上的汉字一是招头标 我就把我的专题一就做成招头标 但是招头标部分我们把教材上 只要和招头标相关的都放在一起去讲 所以我就必须考点一结合考点八 而我这部分的考点二 要求同学们你们看得清楚 建设工程兼理合同管理 因为它从汉字二开始是教材上的汉字二 它才和我们的合同管理这个专题相吻合 因此我们这个第二大专题 从我们教材上的汉字二开始讲 教材上汉字二的汉字括弧二 有同学也会担心它不连号 没问题 我只是为了让同学们 在教材上好找找 汉字括弧一我们不推荐 我们一起来学习汉字括弧二 工程兼理合同的旅行 首先我们要了解 兼理人的基本义务 这部分呢 因为是教材的原文 我们也有义务呢 帮同学们复习到 但是我们一直说 教材写的有问题 就是因为 它和我们考试的相关性比较弱 它这里直接以一个兼理人 来代替我们对于总监 专业建立工程师 监理员这样的一个统称 所以他的义务呢 就把它揉在一块去写了 而我们的考试每年必考的 就是把总监 专监 监理员 相互的职责 他给你混淆在一块 让你宰出来 让你分门别类的去归类 因此你要知道 总监 专监 监理员各自的职责是什么 才是我们的重要考点 那么我们结合教材的监理人的 这个基本义务 他等于把总监 专监和监理员的 所有职责放在一块去讲了 那么我们作为考试复习 也总体的 先笼统的了解一下 而教材上 他只达到这个作用 但是我刚刚已经明确了 你要注意 我们监理案例考试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笼统的出题 而是分总监 专监 监理员不同职责 让你去归类 那么这一部分 我们看收到工程设计文件以后 编理 我们这一个编制什么文件 要求同学们一定要看清楚 这部分也是我们的高评考点 我们编制的文件 叫个监理规划 它有两种考法 第一个监理规划 什么时候编 是收到工程设计文件以后编 不是编完诗组以后编 一定要注意 他会故意把这个诗点给他换掉 比如说 审完诗组以后 我们才编制监理规划 错的 我们是一旦收到工程设计文件 就可以开始编制监理规划了 为什么 尽早完成文件 我们叫个文件先行 尽早把这个文件编出来 因为有了设计去做依据以后 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依据 足够的资料 去编制我们的监理规划了 那么什么时候要求他把它编完呢 一定要注意 是在第一次工地会议 七天前报委托人 一定要注意 是第一次工地会议 而且要在会议七天前 不是七天后 四天前也不行 所以又来了一个时间的考点 起点 是第一次工地会议 那么时长是七天前 所以要求同学们 你一定要明白 什么时候编 还有什么时候编完 开始编 还有什么时候编 结束了 那么这个时候编完了 报给我们的委托人 两个十点 一定要把它把握清楚 这一句话 我花了这么大精力去强调 是因为它是我们的高频考点 要求同学们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编制监理规划的 时间的七点 终点是什么 根据有关规定和我们监理工作需要编制监理的实时细则 实时细则也要有 第二个 熟悉我们工程设计文件 参加 由谁来主持的 好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个 也是我们的案例考点 委托人所主持的图纸会审 还有设计交底的会议 同学们一定要明白 监理的工作 在我们施工单位展开施工的过程当中 监理要监督 检查 验收 所以他当然得懂行 这个工程项目到底要做成什么样 监理一定要心中有底 换言之 你当然要熟悉设计文件 知道设计的要求 然后你在检验验收 施工单位的工程任务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这个项目的检查验收过程当中 一看就可以对照设计的要求 来检查施工单位有没有符合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因此如果我们的建立不熟悉 工程设计文件的话 你就不知道什么标准和要求 你怎么想检验和验收 施工单位的行为 是吧 那么我们参加由谁来主持 我们的案例考点在这 作业 图纸会审 四级交底 是监理主持吗 是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主持吗 改错 都不是 他是谁来主持 这里的委托人 在我们的案例当中 就是建设单位 为什么叫委托人呢 因为是建设单位 委托你去建立 所以是建设单位主持图纸会审 以及设计交底 切记 这个主体不要错 案例敞考 那么为什么要有建设单位 去组织设计交底呢 你想 我们的监理在一般情况下 与设计单位 有合同约束关系吗 没有 是建设单位找的设计 所以建设单位和设计 签的委托设计合同 建设单位又找了我们监理 签的是委托监理合同 因此我们监理是 叫不动设计的 你可以这么想 监理不能组织设计交底 他呢 是参加 谁来组织呢 当然建设单位 由设计单位有合同 由建设单位来叫设计单位 建设单位叫设计来 他才能够由建设单位 来组织我们的设计交底 叫设计来 给我们的监理 给我们的施工单位 来交代一下 他设计图纸 注意事项啊 设计意图和要求啊 标准啊 等等 因为只有建设单位 能够叫得动设计 所以我们一定是 由建设单位来组织的 第三个 参加有委托人 那么这里我们都是建设单位了 主持的啊 第一次工地会议 这就说明第一次工地会议 也是建设单位主持的 你要注意 这个主体是谁 我们的监理案例 也很喜欢考 什么人干了什么事 就是主体出现错误 让你来挑茬 所以这部分一定要注意 第一次工地会议 也是委托人主持的 我们监理要干什么事呢 在你这个会议之前 至少什么 七天前 要把监理规划 交给委托人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工地会议上呢 委托人就能拿着这个监理规划呢 能够有依据 我们开会就有内容 是吧 主持监理例会 并且根据工程的需要主持 或参加相应的专题会议 那你这个监理例会 当然是监理人主持的 这里不是委托人主持的 你委托人主持的 第一次工地会议 我们监理就要参加 是吧 下面第四个 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 施工组织设计 这部分呢 实际上 就其知识点的来源 是重要考点 是我们的高频考点 但是由于我们的教材上 把它揉成一块 只说了一个监理人的义务 没把这个知识点讲清楚 切记 我们后面会不断重复 由监理规范的原文 我们知道 审查 批 审批 师组 包括我们所说的审查 应该都是谁 总监的职责 只有总监 才有批师组的权利 要求同学们能够明白 他这里呢 在教材上写的是建立人 我们明白后面的考点 是总监来审批 施工组设计 重点审查 什么呢 他的质量安全技术措施 专项施工方案 还有于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的符合性 这部分可以考个问答题 也就是审什么呢 审师组的什么内容呢 这三大块 可以考案例的问答 要求记住 下面第五部分 检查施工承包人 工程质量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以及组织机构 和人员资格 说明呢 在承包人干活的时候 他要检验质量 要监督安全 同时 要去检查组织机构 和人员的资格 这个相对来说呢 比第四条次要 我就没有给他 化成黄体字 这是我们教材 变为自己写的 那么也就是说 相对来说 作为考试的答案 的可能性就低 检查质量就是 你活有没有干好 还有你的自己一个 生产行为是不是安全 有没有制度 我们制度呢 要健全 同时 有没有组织 有没有人 而且人要上岗 必须要持证上岗 一定要有资格 这部分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经讲班的时候 不断强调的是 是人就得有资格 是企业就得有资质 在我们的监理考试当中 这是一条铁律 第六条 检查施工承包人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 所以我们有人数的要求 相关的文件当中 有人数的要求 只不过我们的监理案例当中不考 到底呢 你建筑面积是多少 配几个 我们这部分的造价是多少 配几个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这部分是有文件描述的 只不过我们的监理不考 那我们就不用说了 你造价五千万以下 一定要有一个人 五千万到一个页 两个人 一个以上 三个人 两个以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它有人数的要求 只不过我们的考试不考人数要求 我们不用背 但是我们考什么呢 考这个词 换言之 一定要是专职的安全员 不能由项目经理 坚韧 为什么一定要有专职的 保证你的工作精力 能够集中在安全管理上 对吧 我们后面要学到专项方案 在实施过程当中 也要有专职的安全员 去监督执行实施的 所以我们这一部分 一定是专职人 他就干这个事 他不能身兼数职 身兼数职的 你工作质量一定大大折扣 是这个样子吧 所以我们这一部分呢 我们要把兼职给他去 不能是兼职啊 案例考改错 一定是专职的 第七个 核查施工承包人 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 所以我们审师组 还要审进度计划 核查施工承包人 对于施工进度计划的 一个相应调整 这一部分呢 我们给同学们看看 现场的图片 获得一个感性的认识 这就是第一次公地立会 那么第一次公地会议 就是我们说建设单位来主持的 同时我们说 图职会审 图审会嘛 也是建设单位来主持 那只不过我们这个项目呢 它放在一块去开 也没有问题 是一个高速公路的项目 因此这就是我们做公地会议 那么在这个公地会议开之前 建议规划已经交过来了 那七天前就要交 是吧 第八个 检查施工承包人的实验室 这是我们后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当然了 那这部分我会把它放到专题四 适量模块去记 去讲 考到的频率概率非常大 频率非常高 就是检查实验室的什么内容 你设备要检查吧 对吧 你实验室的设备 是不是好用的 实验室的人员是不是有资格 实验室实验有没有制度 是吧 所以这部分都是我们说 实验室检查的对象和相应的内容 要求同学们能够明白就可以 包括实验室自己的资质和实验范围 都要检查 这是我们后面的 要求同学们能够像我做到一样 能够会背 能够回答出来 我刚刚讲的实验室的资质 实验范围 人员的资格 实验室的自己的制度 还有设备的良好情况 这四大条要求同学们能够复述 到时候考案例的时候 它直接是补充题 或者是问答题 让你背下来 黑色随笔墨写的 所以它当然要求同学们能够精准 去写下来相应的答案 第九个 审核施工 分包人的资质条件 所以审分包的资质 也是监理的事 第十个 审查施工承包的 施工测量放线的成功 我把这几个放在一块去讲 我把它放成黄体字 就是因为经常案例 有情节会考到 有些活 我们之前的专题一 已经讲过了 非关键的 非主体部分 这些工程项目的非关键 非主体的部位 经我们的建设单位同意 或者是合同当中有约定 这一部分可以由我们的总包 给它分出去 可以分 但是你分包 也是作为承揽工程的主体 在建设工程领域的监管当中 一样的要求 也得有资质 要符合要求才能干 那么这个资质谁来审呢 今天提审 那么到了后续 我们施工承包人进场了以后呢 我们首先要工程定位 你比如说盖房子的活 你的房子要盖在建筑红线以内 盖的位置呢 要向我们设计图纸一定要一致 那怎么办呢 进场我们很多工作要去做 是吧 基准点 基准线 随准点 包括我们现场超频 平面控制网 高层控制网 这个施工控制网 进场我们首先工程定位 有很多测量放线的工作 要去做 那么这个测量放线的工作 他最后的结果 一定要交由监理查验 包括承包人测量放线的结果 和我们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 有不一致的时候 这个问题也得反映给监理 你要听明白 听我的课 我们所需要的知识点 每一句话都是有用的 你千万不要一溜号 你就过去了 我们的监理案例 即使是金奖班 它类似于一个基础班的性质 是吧 我们也会比其他公共科目 其他三门课 要讲的综合度更高一些 更大一些 我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因为我默认各位同学 前三门课 你已经有了基础 才能听我的监理案例 你的复习顺序 不应该先听监理案例 除非你只剩这一门 因此既然同学们 有前三门课做基础 我们有些就可以直接拿来主意 我们讲的很多情节 都是监理案例能够考到的 你别以为我是在讲废话 你比如说 施工单位在复册的过程当中 发现这个结果 和我们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 它不一样 这个问题提给谁 施工单位不是找建设单位 他找监理 建设单位花钱 请了我们监理来 他的目的 也是要帮他分担一部分工作量 由监理先要查验审核 对吧 有问题 确实有问题 再向建设单位反映 那么这部分查验 施工测量方向结果 如果是准确的 那就没必要反应 是吧 那么审查 工程是不是具备开工条件 那么对条件具备的 签发开工令 好了这部分呢 也是我们教材上讲的浅 实际上开工令 只有谁有权签 专监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总监签开工令 而且多说一句 签开工令之前 也得征得建设单位的同意 这部分呢 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固定搭配 不要忘掉它 那么签发了这个开工令以后 我们还有一大类的 监理案例的考题 是什么是我们的开工条件 教材上没有讲清楚 我们后续的课件 会给它补充完整 因为监理案例要考 就是开工条件是什么 有哪些条件具备了 它才能签开工令 考问答题或者是补充题 你要背会墨写 那么这里呢 就是我们社工现场呢 进行测量放线 用水准仪 水准标尺 进行测量放线的 这一个步骤而已 实际上要复杂得多 早期我在讲监理的时候呢 曾经还和同学们探讨过 什么水准点 基准点 基准线 是吧 后来发现浪费时间 是一点没必要 有一些不完全是干这个专业的同学呢 一听更糊涂 而监理案例 绝对考不了那么深入 那何必去讲呢 所以我们测量放线 同学们有个感性的认识就行 我们不深入探讨 和我们的考试无关 接下来我们同学们呢 一起来看看我们实际的这一个 我们总监理工程师 办公室的一个文件 签发的一个什么呢 开工令 谁签的这呢 总监签的这 这是总监理工程师签的这 他才具有开工的权利 他给我们的项目经理部 那么他告诉我们 以总监理工程师的名义 于什么时候呢 时间给你签发的开工令 就可以开工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开工令的 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文件 同学们呢也能看看 有个感性的认识 好接下来 我们就不得不去补充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当中的原文 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的讲义要补充 教材没有讲 太薄了 不够用 所以我们这里建立要有我们的 要以我们的金奖班讲义为准 那么这个时候的开工令 签发的条件是什么 考案例问答 第一个 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 已经完成 我们给他来一个关键字 关键词 交图完成 这是谁组织的 我们刚刚才讲的 建设单位组织 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 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都来参加了 而且设计单位已经交代清楚了 这个图纸会审实际上作用还挺大的 施工单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施工经验 在图纸会审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建议的话可以提出来 有想法的话可以提出来 所以这部分他已经完成这个工作了 施工组织设计 以由总监理工程师来签认 好办了 这部分又再次强调了 施主一定是总监签认 专监没有这个权利 要求同学们一定要看清楚 第三个 施工单位现场的质量 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已经建立 管理施工人员已经到位 施工机械具备我们使用条件 主要的工程材料已经落实 那好办了 你把它里面的关键词给它抠出来 不就是质量安全人机财 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质量安全人才机 这部分的关键词 前面我们是焦图 第二个关键呢 当然就是施主是吧 我们把这些关键词给它抠出来就可以了 第四个 第四个条件是进场的道路 还有呢 水 电 通信 都要满足开工的要求 所以你看我们的关键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焦图 施主 质量安全人才机 陆水 电通信 这部分一定要全齐了 开工链才能批下来 才能签发给你 所以我们这部分的这个关键词 常常是让同学们补充 你能够复述 能够摸写就可以 那么我们马上就来练一练 我们这部分的 整体案例一 某工程 实施过程当中发生如下事件 事件二 专业建立工程师呢 在审查施工单位报送的工程开工报程表 以及相关资料的时候认为 现场质量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已经建立了 质量安全有了 管理及施工人员已经到位 人有了 进场的路 水 电 通信 都有了 但其他开工条件明显少 对吧 那么他的开工还具备哪些条件 同学们现在马上就要开通脑筋想起来 这里也是我和同学们要去交流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同学 可能会认为 事件二 事件一呢 有的同学可能心里又暗自骂道 郭老师 你又说废话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但是有些同学 他不一定和你一样是这么听的 在这里我再次强调一下 没有事件一 代表我们把历年整体案例 拆分成不同的模块 根据知识点 给它分配起来了 没有路啊 我这个课件 这个知识点 就像讲事件二 第二个问题 这个郭老师你讲的太快了 我这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前沿部分我就叮嘱你 这不是面授 面授讲完这个题 我可以看着大家 看看有没有同学 打一嗓子 吼一嗓子 我耳朵听到了 就知道同学们想完了 已经想知道这个题目的答案了 可是我们在路课时 并不知道 同学们在电脑屏幕前 这个题目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你就点下暂停 你去想一想 然后再点播 这个后续我不会再一直强调 但是一定的十点 我就会唠叨一句 耽误不了几秒 要求同学们 你能注意就可以 接下来同学们明白了 质量安全都有了 只有人 材和机呢 材料和机械设备 是不是满足的开工条件 你没有讲吧 同时 路水电通信是有了 我们的交图 交底 设计交底 图纸会审 以及师祖 你没有说 总监还没有签认师祖 也没有说 所以你要把财机发进去 交图师祖加进去 这样才完整 所以要求同学们 自己能够复述 好我们就看到这个题目 就问你 事件二当中 工程开工 还具备哪些条件 那么问你就问你 还具备哪些条件呢 那设计交底 图纸会审 已经完成交图 那施工组织 设计已交由 我们的总监工程师签认 那么师祖 以及施工机械 要具备使用条件 主要的工程材料 已经落实 基材 是不是和我们刚刚 口述部分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看 第二道整体案例 事件一 施工单位完成 下列施工准备工作以后 即向项目监理机构 申请开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了一些条件 是吧 第一个 现场质量安全 生产管理体系 已经建立了 有了 还有呢 管理及施工人员 已经到位 是吧 还有施工机具呢 已经具备了 相应的使用条件 以及我们说 主要的工程材料 材已经落实 还有水电通信 已满足开工要求 项目建立 认为上述开工条件 不够完备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子 告诉同学们 这是两年的 两个年份的真题案例 是不是考点重复 历年真题今又来 实际上在我的经讲班当中呢 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示 我们有很多知识点的重复 但是为了让同学们练更多的题 有不同的平台去展示 我会把有一部分重复的 但是题目当然不一样啊 表现形式不一样 但是考点重复的这部分真题案例 放到冲刺班去讲 那我们这里举的一个例子呢 是让同学们能够感受一下 确实真题 它有考点重复的问题 我们这部分一个来看 质量安全已经有了 人才机都有了 这条就过了是吧 而水电通信有的同学觉得 也差不多满了吧 少一个 少一个什么呢 少一个路 你这个路要通 对吧 那么这是少的 包括它这部分的 胶图 设计胶底 图纸会审 师族总监的签认 都没讲 所以你看真题的案例 考点重复以后的 它答案也很相近 我们就把没有讲的东西 给它抠出来 这里少个路 还少了我们的设计胶底 图纸会审 以及我们总监签认师组 是吧 第一题就问你 针对事件一 施工单位申请开通 还具备哪些条件吗 那么这部分我们说了 设计胶底呢 和图纸会审 已经完成了 是吧 师组呢 已经由总监签认 经常到路 那少一个路 你满足开工要求 好 这部分呢 题目我们是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求 回到教材 题目就要讲完了 我们回到教材这一部分 半括号12 但我为什么在这里呢 要求同学们 要注意回到教材呢 因为我刚刚的两道案例呢 是我在教材当中 由于讲到了 签发开工令的问题 我们给他补充了一段 建立规范的原文 然后又做了两道案例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我又要回到教材的 半括号12 这里现在讲的 还是建立人的 那个义务的那个论题 他要审查 施工承包人 报送的工程材料啊 勾配件呢 设备啊 这些资料证明资料 这些资料证明资料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监理还有任务 要审查这些证明文件 审查文件 去抽检我们工程材料 勾配件的 这样的一个质量 要进行抽检 按一定的比例抽检 当然不同的规范 不同的对象呢 它的要求实际上是很复杂的 我们这是笼统的介绍 是抽检 因为不可能 所有的材料购配件 都百分之百检查 没这个时间 也没那么多钱 是吧 下面 十三 审核施工承包人 提交的工程款支付申请 签发或者是出具 工程款的支付证书 一定要注意 只有总监 才有这个裁权 因为只有签发了 工程款支付证书 监理认可了 他才会往上 报给建设单位 也就是这里的委托人 只有建设单位 审核批准了以后 建设单位才真的会 从腰包里掏出钱 但是没有总监的认可 他不确认你的工程质量 他不签发这个工程 支付证书 建设单位 根本就没有理由给你钱 因为这是一个 必然必经的步骤 没有这个工程支付证书 委托人 你都没有看到 支付证书给什么钱 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正是因为 有总监的采取 用它来控制 我们现场施工单位的 质量和安全行为 为什么呢 感觉总监是给钱的 是吧 十四条 在巡视 旁占和检验过程当中 发现工程资料 施工安全 存在事故隐患的话 要求施工承包单位 它整改 而且报告我们建设单位 这句话 我没有把它变成黄色字体 但是 它所示的情节 和它的背景知识点 是非常重要的高频考点 我们的案例怎么考呢 一定要注意 这个隐患情节不一样 不那么严重的 我们签发的叫 监理通知单 这就叫做我们要求 承包人整改的形式不一样 一般的情节 我们是签发建议通知单 但是严重隐患 我们就要下暂停令 非常严重的情节 我们要上报建设单位的 就这么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同学们能够明白就可以 好 接下来第15条 经委托人同意 也就是建设单位同意 是前提 才能签发暂停令和复工令 这一部分 签发暂停令和复工令 几乎每年必考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 这些同学们一定要把握住 那么签发暂停令和复工令 实际上是我们总监的权利 但是一定要有建设单位同意为前提 就建设单位同意了 我们严重的隐患 要求施工单位 听工 整改 那么解决了问题 解除了隐患 我们才能签发复工令 16条 审查施工承包人所提交的采用 新材料 新工艺 新技术 新设备的论证材料 以及相关的验收标准 为什么有这句话呢 因为这四星 我们没有经验 同时因为是新的 新材料 新工艺 新技术 新设备 这四星 因为是新的 之前也没有相关的验收标准 国家也没有现行的规范 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要由承包人来提交 而且这部分要由承包人来组织 专题论证 我们后面回去讲 那么相应的材料和验收标准 你不能说承包人说啥事 要交给监力人审查 第十七个 验收 隐蔽工程 分布分项 注意 这就不用总监来了 这就是专监的职责了 所以我们说我们教材上 把它揉在一块去写了 验收隐蔽工程 分布分项 这是我们监力的职责 但是我们细节上去写 我们的专业建立工程师 验收隐蔽工程 验收分项 以及我们所谓的检验批 都可以 但是分布工程 就不一样了 这个分布工程 比如说我们的地基基础 验槽 就得由总监组织了 这个分布还单独提出来 它是总监 分项和隐蔽工程 是专监的事 是吧 那么审查 施工承包人提交的 工程变更申请 我们后面有专门的一个考点 会去讲工程变更的 也就是说 承包人不能自己想变就变 承包人建议变更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申请交给谁呢 交给监理 他来审查 处理我们施工进度调整 费用索赔 合同争议 这些事项 这个协调呢 也把我们监理的角色和地位 给他讲清楚了 虽然我们监理是和建设单位签的合同 委托监理的费用也是建设单位掏的 实操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明白 监理更多的代表的是建设单位的利益 虽然我们国家的相关文件 不愿意这么写 不愿意这么承认 但是实际上是这个事 但是我们国家的监理 和我们所谓的国外工程的 叫个工程师呢 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地儿 国外的监理角色呢 他就等于是建设单位的雇员 而我们国内的监理呢 更多的要承担一些公平公正 第三者 斡旋方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也就是说 我们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 如果有矛盾 对于进度啊 对于索赔的相应的费用金额呀 对我们合同上面有争议 有分歧了 那么我们大家坐下来谈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 往往容易有矛盾 怎么办呢 来个第三方来斡旋 他来协调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索赔 就有这样一个工程实践 索赔金额呢 施工单位要的多 建设单位呢 不同意这么多 那你僵持不下去 影响工程进度 怎么办呢 我们有总监 有我们的监理 出面 确定一个数 先赔给我们 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呢 也接着把活 接着干下去 施工单位如果觉得 不足以弥补自己的损失呢 等到我们工程进展的过程当中 后续再提出索赔要求 目的就是什么呢 他能先按照我们 监理的这样的一个 决定 提议 来接着去做下去 等于我们大家都同意 公正的第三方嘛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不影响我们的工程的正常进行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下面呢 讲到这个隐蔽工程啊 有很多同学有问题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图 啥意思呢 有同学说 我听你的课讲到隐蔽工程 我都没概念 我这现场不是干活的 那么我这里呢 就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所谓的隐蔽工程 它的一个定义 是被 是该道工序 会被后一道工序 掩盖的 这就叫一个隐蔽工程 会被后一道工序掩盖的 该道工序 我们叫一个隐蔽工程 啥意思呢 你比如说现在 我们的钢筋网片 我们的预埋线 最后我们的混凝土一焦 全部都看不见了 对吧 你都看不见了 所以你在混凝土焦之前 你就得现场要去检查一下 钢筋的数量啊 它的一些间距啊 它的直径尺寸规格呀 包括我们一些 预埋线的相应的位置啊 都要检查清楚 因为后面混凝土一焦盖上了 你就检查不了了 我们只有隐蔽工程 隐蔽之前检查合格了 你才能把它盖掉 实际上就这么一个道理 我们后面呢 看到这个图以后 我们也看到 相应的那个表 当然这是教材之外的 你不用去背它 这是我们实际工程当中 在隐蔽工程验收的过程当中 相应的提供了一个 隐蔽工程验收表 这是我们实际工程当中 一张表啊 那它告诉你 隐蔽工程的部位 是在哪 是吧 那么比如说 基础柱子钢筋的这个接头 轴线标高 它要提供给你啊 那么施工单位 全数检查的情况 以及相应的说明 然后这是你自己 还要有监理建设单位的验收记录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施工单位自检呢 已经自检完了 请预检查 这是我们的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专业技术负责人 也就是项目部总共啊 他要签字 后面你这个隐蔽工程 是一定要有监理的检查的 监理不检查 你是不得隐蔽的 所以我们下面有一栏 是监理单位的一个验收结论 那经检查 该批这两 看这接头的这两是合格的 符合我们规程的规定 那同意隐蔽 最后签章完整 这里看好隐蔽工程 谁来签 专业监理工程师 如果你这个单位没有请监理 因为我们后续的这个知识点 就会学到 我们国家强制监理就四大类 有些工程确实没有监理的 虽然我们国家鼓励监理啊 鼓励有监理 但是有的没有怎么办 你就找建设单位的 项目技术负责人 但我们这里现在讲的是监理 那么就是应该是 专业建设工程师 他来验收隐蔽工程 这个没问题吧 和我们之前的考点 就吻合起来了 然后呢自己签证 所以我们说监理啊 他不是我们建设单位的代理啊 因为他是以自己的名义之业的 因此我们这部分呢 给同学们看了一个 实际的隐蔽工程的验收表呢 会有更形象的认识 接下来第十九条 审查施工承包人 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 去编写工程师俩 看好了 评估报告 这也是总监的职责 同时呢 你还要把报告的名字 给我记清楚 记清楚 不是工程师俩监督报告 监督报告是支监站写的 你这个监理写的是 评估报告 一定要记住他的相应名字 总监 然后总监的职责 参加竣工验收 签署竣工验收的意见 审查施工承包人 提交的竣工结算申请 报委托人 都是总监的职责 然后编制整理 建设工程 监理归档文件 并且报委托人 这个文件管理啊 我们后面也专门 有个考点去讲的 这都是我们监理人的义务 好 本讲内容呢 主要是关于我们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第一大部分 我们相应的知识点呢 进行相应的介绍 这部分呢 还都是我们教材上的原文 下一节课 我们将会去讲 我们后续可能涉及到的 其他教材以外的案例考点 好 本讲内容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